但是知道你有一個下半年有一個新的看好的七隻的股份 要提醒大家 給我提過的就是新的七小福就是新能源概念 就是比亞迪 1211 農園 916 看好內需融基建股就是176 白威亞太 中鐵 390 還有商品防守方面領展 823 紫金 2 899 另外新加的第七隻就是加黃物流 2130 這樣也知道的 當然你之前其實也有說過這隻的 你節目的另一位嘉賓也有提過這隻的 那也是你的好朋友 哪一個? Rabby Rabby大哥 給他打點黑痴 這幾隻就是你的新七小福 其實略略看過 如果我沒有看錯你之前建議的買入價 應該除了白威亞太 是否大部份已經有到過你之前提議的買入價 比亞迪是到過的 這個也是我想最近來說 我要說多詳細線索能說比亞迪 因為之前來計做320 330元 我們堅持就是270元和240元分量去買的 好了 傳出了股神爺爺沽貨之後 它跌到261 那麼我們報告也講了 我們做節目也講了 我們不轉view的 270元可以繼續買 那說時遲那時快 它就曾經彈到302元 是 所以很短時間裏面 有30多元的回報 這個我想都是要讚賞我們的同事 亦都是希望大家打握得到當中的一個表現 但始終看到近兩天 花旗的盤是在減的 所以大家都會有些困擾 就是是不是真的沽貨呢? 所以跌下來 我們暫時維持回 初步上面來講 都是看300元 304元這些位置 而如果你要入市的話 我收割了一點 其實現在會把第一轉 放在260元 所以現在2百分17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農園就可能大家要解釋一下 其實跌了下來的 所以7隻裡面 其實有4、5隻是OK的 一、兩隻有些閃失 那這個也難免的 我們的定位很簡單 作為一些半年的中線投資 希望7隻裡面 有5至6隻是升的 有一、兩隻 真的很難說是會有閃失的 但是升的那些 我們希望做到每一隻 可能升兩、三成 跌的那些 我們局限住的損失是10至15% 所以以半年計 你升的有5至6隻 它一升就升兩、三成 輸的那些是一隻半隻 輸10至15% 那整個組合計 我們就可以計算了 但是你說每一隻都要一賣即升 其實就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葉師傅 但是還是維持916 真的還是中線 看好的看法 還是都要調整一下 因為現在就 到過你建議買的 即是它現在還是在前進 是啊 我要說一點點原因 主要來說 就是一些風電項目的 一些的招標 其實價位是低了很多 所以大家會計算 原來是這麼低的話 其實任何的風力發電的公司 未來的盈利 可能跟之前的判券 有些不同的了 那這個是其中的消息 第二就是 有399億的補貼 應該是會發放 那當中有八幾億是封電的 那市場全民 農園是沒有份的 那所以就令到它股價跌得比較多 15元 我們買入價呢 到現在其實都 都差不多10%左右 多於10%少少少了 那坦白說就是 當然我們看回那次招標來計 是有很多一次性的因素 不代表接下來 封電的招標都是這麼低價的 但是第一個市場 不是看得那麼明朗 市會繼續波動 二來我想 我們也要做一個風險管理 所以我很坦白說 就是我會定在15% 12.75元 就會做止蝕 那如果你說 會不會跌下去之後 就見底 然後又升上19元 不要這樣說 市場永遠都不知道 是 賣一隻木摸頭 你一摸就眼淚流 所以定好指洩 那這裡輸了的 我們將來再買回農園追回 又或者靠我們另外的股份 比如中設做得好 譬如比亞迪做得好 可以隨便有隻 整個綜合計 我都想每隻都贏的 但是現實中 都要做風險管理 所以我會定在12.75元 是 那始終真的都要嚴守紀律 是啊 沒得猜到之後怎樣走 起碼你定了指洩 或者做完後沒有後悔 沒錯 但是其他股份 你有沒有 都需要策略上有調整 還是都要保持著 我每一隻很簡單說一說 因為在我立場來說 第一 現在這一兩個月 市場是有點不明朗的 那我以前來計 有時候我會看好 有時候看淡 現在這一刻 我們說是不太明朗的 我覺得9月10月是最關鍵的 那我快說 因為9月10月有機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當時美國經濟OK 而通脹下滑了 聯儲局不需要再禁鷹牌 那這個對於外圍市況來說有幫助 第二 如果在5月6月7月 內地出了這麼多招 理論上在經濟數據上 應該8月9月的數據 會反映出來 8月的數據 就是9月15日公佈 9月的數據 就是10月中公佈 所以你可以聯想到 9月10月的話 整個情況明朗化 如果外圍是平淡下來 內地的數據又有改善 大家對港股的企業盈利信心 就回來了 那當然好了 但當然有另一個極端就是 第三季或者第四季 美國經濟衰退 而內地經濟的反彈 又不乎預期 那我想就不是178了 那182、185、185、185都不知道 所以這一兩個月 是真的不知道的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你會不知道 我反過來問你 現在我們面對著 美國是40年最高的通脹 我們面對著加息 是說30年最快的速度、力度和幅度 就是說這個宏觀環境 其實這一代的投資者 多厲害的分析員也好 其實都沒有面對過 上一次的滯漲 是說1970年代 發生過兩次 除了不非特之外 我們在座也未見過 當我們未見過的話 其實我們會怕 我們會不知道怎麼反應 甚至乎政策上的風險 也會提升 所以能見度是低了 這個是真的 那回來了 好 那中鐵來說 我們給出來的買入價是4.7 買到的 曾經上過5.2的 那是其中一隻 我們選股裡面 表現得最好的股份 那我都撿到十幾隻的 現在回回來 我仍然覺得 基建類型是可以充盈的 但這個是同行於基建 如果你問到我鋼鐵水泥的話 我就會小心一點 因為鋼鐵水泥 閉了另一隻腳 基建還基建 起樓還起樓 現在不單止不起樓 還有爛尾樓 那他一反三個 你就知道 水泥鋼鐵是會有局限的 那另外白威亞泰 就真的沒到過的 是 買不到 是 19.5 你說肥仔 這麼低呢? 喂 我們6月中時候做finalize 的時候 他只有20元 那20元的時候 我們19.5 其實也不是很差 差一點 不過去24日 一枝春雲戰 哇 各路專家來相見 他就爆到上去21、22元 那你當然覺得我太淡了 但是買不到就買不到 另外領展我們63元 823元 那是 今天回回一點點 我之前 其實昨天都 如果昨天做節目 都是64個多 那咬著過幾先 OK的 那另外2899 也是 OK的 我們是8.8和9元賣入的 那現在來計 就是剛剛打個平 或者輸的1、2號 所以總體上來講就是 講完2130 2130應該都是 我都忘記了買不買到 好像還沒買到的 那要提一提大家就是 因為2130派在兩毫一先息的 所以如果你加上去 其實現在大概等於9.2 換句話說 應該過去這一兩年 由他2020年第四季 三個多上市到現在 我們兩個多上市 三個多介紹過 七元介紹過 今年一月說 會預期出盈期 最盡9.2、9.3 其實應該沒有朋友 是輸錢的 單在賺多賺少 以倍數計 亦都大有人在 好了 那七隻裡面 應該就是 主要輸的龍員 另外 做得最好就是 中鐵和秉亞迪 另外 其他都是 可能贏少少 或者是 未買到的 是 大家可以再一個參考 給大家更新的看法